嗨大家好,我是阿妹妹 我们都知道非常多人喜欢养兰花 养兰花的时候 几乎都会用水苔来种 可是兰花用水苔来种的话 常常会造成闷到烂根 因为不透气 会有很多的情况发生 今天我是要为各位来示范一下 就是我用宝特瓶来种兰花 那用的就是发泡链石不是水苔 想说发泡链石这种东西 可能透水性比较好 可能比水苔好用一些 我们来试试看 那现在就来为各位示范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宝特瓶 大概是1000多cc左右的 那就看各位手边有什么宝特瓶 就斟酌使用 那我就用这个来示范 首先我们就把这个宝特瓶 我有先做个记号 从这个底端算起来 差不多第1,2,3,4,5,6 到第6,第7个的位置 我会做个记号 我要把它割开 刀子 我会做个记号 然后如果有一点歪的话 等一下再来修 这个是底部的部分 再来我们再把这个 我有做个记号 从这个开口地方 上端上六格的地方 我们把它切开 然后等一下 现在是要这样摆法 那我先把它修剪一下 不齐的地方把它修一修 顺便把这个标签子弄掉 这个差不多就好 就是不齐的把它修一下 OK好了 再来我们就开始来弄了 首先在这边先打一个洞 我们准备了洞铁 再来 我们在这个 罐子上面 打很多的小洞 这样比较透气 那就是说可以让 让根吸收到比较多的空气 就比较不会烂根 好你就是随意的打了 你就是 再多打一些 这上面 这边也是要打 就是随意打了 多打一些洞 就比较透气 好 就把他打一些洞 好了 那这个我们就做好了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底下 为了让他重心比较稳一点 你也可以放几颗石头 我是有准备了几颗石头 差不多三颗 这样子有一个重心 就大概这个样子 那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给他打几个孔 就是那个如果水位过高 我们本来是要给他有一些水积在这边 万一过高的话 你就水可以排出来 所以你给他打几个洞 打几个洞 那这个宝乐瓶的这个容器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准备这个兰花 那我手边有准备了一盆兰花 一颗啦 各位看 一般兰花它都是有水苔包覆着 那我们就要把他这上面的水苔 把它清干净 那如果说不好清的话 你就可以先泡水 然后再来把水苔弄出来 会比较容易一些 那我这边有准备水 我把它在这边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的时候顺便看 如果说有不好的根啊 就把它顺便修剪一下 这个地方 就是看起来比较 然后比较不好的根就顺便修一下 好 等一下 就是说兰花要先放下去 然后再来放发泡链时 那这样子来放下去 这个根蛮多的 好 要把它放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这个发泡链时 大小颗其实都无所谓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这样子 就黄小颗 其实就是一个 就像蒟纪的一样 然后就再放进去 快点 就真的 这是我们要会放进去 这些转感 这把钱都放下来 所以我们要把它放进去 下来 内衣服就很快 下来 Stevens 小颗 其实 我不要再放在它 然后再放下 我 就差不多这样子 因为我用发泡练食的话 它的排水性是非常的不错 也不怕它积水 那如果多余的水 它就会流到底下这边来 那就一方面 有一些水还可以做个保湿的动作 那也不会说烂根 因为排水性不好 然后造成烂根的情形 我想说用发泡练食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那做起来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那浇水就从这侧边浇下去 那多余的水 因为我有做一些排水孔 到时候就会流出来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我为各位介绍的 用宝特瓶来种南花 然后利用发泡练食来做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影片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